- 強行入鏡 第一次來真的很興奮 真的 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 第一次來這些佛教的地方來參觀 是不是很開心 現在很興奮 你不要看後面的牌 咬你一次 這裡叫什麼名字 南年遠慈 沒錯 我經常都記不到這個名字 其實我經常想想是池園還是遠慈 對 我經常覺得原字是最後的 沒錯 原來是南年遠慈 遠慈還是遠慈 遠慈 對不起 南年遠慈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說公園 所以那個音是可以讓我們變的 我們現在帶大家參觀一下這裡 Yeah 在我的右邊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智蓮靜園 其實有一條橋可以通過來這裡 南年遠慈 這裡 大家跟我來 這裡很多盆景 環境都是清幽的 這裡就是石館 原來這裡會搞很多文化體驗活動 看看有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是不收錢的 這裡的活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刺繡有茶道 但是太受歡迎了 其實已經押門 最重要是不用錢 要早些預約 其實這裡定期都會搞一些文化活動 裡面是可以拍攝和參觀的 這個是什麼 我以為這個是別人的捐 好像別人添香油的捐款箱 原來這個我看英文就知道 原來是一個垃圾箱 對 你沒有把錢扔下去 我差點把錢就這樣扔下去 哈哈 失禮 失禮 我以為這裡參觀有什麼不同類型的石 但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指示牌 證明這裡的沙 現在有很多遊客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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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這樣的牌 其實這些石都挺漂亮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 有沒有打磨過的 應該是打磨過的 因為畫得很重要 對 不是的 可能珍貴就是天然是這樣 我真的不懂 但這裡真的很多 其實剛才智連靜遠 旁邊也有些石給大家參觀 那這裏石館就更加多了 其實智連靜遠呢 除了辦學之外 也有自己的餐廳 很貴的 好像說價錢也不是很便宜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想在智連靜遠吃齋的話 沿路去就有齋吃了 看看 我身後這一間就是一間智連靜遠的小食店 那裏面的小食其實都不便宜 一個英式鬆餅 英式鬆餅 即是類似我們去的麥治頭那間 連鎖快餐店那種 連夜飲的話要五十多元 有沒有餡的鬆餅 好像說有蛋 因為這裡應該吃齋 因為它只有圖畫 我看不到它有沒有夠 好像素食那些肉 我就不知道 那如果你吃荷葉飯 加凍飲的話六十多元 要特飲是七十多元 好了 如果大家嫌這裡的價格 不算是非常商議的話 不用擔心 我帶大家去附近吃東西 如果細心看的話 這裡其實有很多木的建築 剛才有一個地方是不可以拍的 就是大紅殿 其實大紅殿是一個很宏偉的佛教建築 這裡是有一個建築的藝術館 介紹一下 為什麼那些建築的結構 究竟歷史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剛才波斯說 這個筍位要學 這個筍位要學 怎麼九十度入 都說的 就是來這裡就會找到答案了 但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位 那些一支支東西 是筍位 還是被人爬上去的 我看見有人玩CrossFit 都是這樣 冷靜一點 以前建築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這麼現代的 沒有CrossFit 未想到CrossFit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真的有這個接駁的不同 不是的 有不同的 嘩 你還不是可以學到筍位 對 筍位原來的接駁是很講究的 對 最重要是政治 經常說什麼筍位 筍位的筍呢 我以為是 平常人說很筍的寫法 不是政治 原來真的是這個 螳螂頭筍 所以說呢 異聲 這個字是 粵語的異聲 不是國語的異聲 不是國語的異聲 國語的異聲 都是這樣讀的 是嗎 新純 對 國語的異聲和粵語的異聲 是一樣的 原來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標準的字 大家認住 所以這裡 只是筍位 都介紹幾種給大家看 所以剛才的波士 真的有些品味 當然 真的有些學識 讀過書 原來 如果對建築有興趣 原來 我還學了些東西 筍的英文是T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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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on 有了 英文也學了 啊 難道你用 不是你的筍英文怎麼說 筍 不可以的 Tenon 剛才我們可以拍攝的地方 只是去到天王殿 裡面有一個不可以拍攝的內電 就是大紅電 就是很宏偉的 這裡就做了一個1比20的模型 給大家看 當我第一次聽到有筍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戚戚清奇的 在我們現代是用螺絲的 但以前的人是可以磨到東西這麼精準 一塊木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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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很穩妥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筍這件事是技術 因為以前沒有螺絲 對 但現在我們現代人是用螺絲的 轉轉轉進去 總之不是人手轉 是用手機按鈕 轉進去 所以以前的人可以 這麼有心機 以及有這樣的工藝 其實轉角位全部都很難做 其實我以為 我以為這裏 只有關於智蓮靜院的建築 其實不是的 原來這一個 是北京故宮泰和殿的一個模型 知道他們做回這個殿的時候 那些筍位是否都是做回 因為他們偷雞會用螺絲 另外想起大內蜜探 平靈法 就是張達明 皇上 然後後宮三千衝出來的一幕 嘩 這個轉角位這麼麻煩 有多少個部分 30個 30個 嘩 只是一個轉角嗎 它有34個部分 是啊 真的很講究 以前的建築 真的 當我拍下來的時候 發了達 叫裝修師傅 不要跟我做回這個轉角位 我要入筍 你不要用螺絲 大家聽清楚 是發了達 即是要發了夢 是 沒有錢買看著 先 哈哈 各位 只收現金 是 發田這裡的東西都不便宜 是啊 原來小籠包 55 好像說很大個 但其他都真的不是便宜 你看一個最計 85 青瓜 48 底絲粉皮都58 發現了些東西 發現了些什麼 發現了些什麼 是一個優惠 只要你買任何的食品 加3元 你就可以有菜物 那你加10元 就可以有罐裝汽水了 本身汽水是多少錢 都是10元 是 他沒有說優惠 他提你加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價格 即買碗麵的價格 我覺得都合理 即60元碗麵 現在都要的了 但問題是 買個西生菜 50元 鮮肉 即是蒜蓉炒 但都50元 怎麼今天掃口好像很蒸 是啊 我又留意到它的二人套餐 是啊 是258 假設我要點一個雞絲粉皮 是啊 那雞絲粉皮就是 58元 58元 然後我點一個回鍋肉 是啊 回鍋肉就是65元 然後再點一個小籠包 小籠包就是55元 加起來都178元 是啊 那再加一個西生菜 就是50元 那是228元 那這個套餐是258元 那再配拉麵 或者是白飯 那包不包飲品呢 其實飲品是要加錢的 哈哈 不是太過明白 特胃的位置是怎樣 他沒有說是特胃給你 他幫你group 那其實它的菜物這個是包的 這個是要加 任何的食品是要加3元 那這個餐就不用你加那6元 是啊 是嗎 那 但是它這裡 你計算兩個飯 其實是24元 你剛才就有30元 那加那6元 剛剛好30元 就是完全跟省藝一樣 哦 哦 你剛才計算了228元 228 是228 有30元剩 有30元剩 然後扣兩個飯 24元 哦24 我以為20元兩個飯是24元 24元 那還有6元 那你的兩個菜物它說包 但平時要加3元 那就是6元 咦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套餐和生菜 套餐的意義是怎樣 我想到的就是 譬如你選錯了拍青瓜的話 你虧了10元 啊 是啊 是啊 有些是便宜一點的 是啊 你要叫到那個category 那個界別 最高價 那蝦米瓶白和西山菜是一樣的 謝謝 這個不是小籠包 大籠包 大籠包 這個 好大籠包 是啊 是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數學這麼好 最近中伏得多 中學正 我那天才和朋友說完 我的樣子是特別容易中伏 大家是認同 首先不點醋吃一吃 好像很熱的 煙已經供著我 正在蒸麵 我網上找過 這個小籠包的評價是很壞的 很多人說這個湯 只有醬油味 其實呢 我覺得它都做到皮很薄的 但是我咬來咬去 都覺得那個餡 我好像咬不到 但是其實已經咬了 我覺得那個肉餡 就是散了少許 攪得碎了少許 如果你外面吃的小籠包 正常那個餡 會固體壯些 是 未至於是那麼散 因為我現在每一旦都咬到 有薑和豬肉味 但是我以為自己還未咬到餡 我以為是聞到一些湯的味 就是吃到一些湯的味 但是不是了 其實已經倒了那個肉 因為那個肉真的很散 半個餡 已經吃了 但是裡面都很多湯 你說是不是真的是醬油味呢 我覺得不是完全是醬油味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常盛的湯呢 我都是一個問號的 讓我示範正確的夾小籠包方法給大家看一下 夾著它的死人頭 這樣就行了 怎樣都不會爛的 其實根據以往 都有學過做小籠包的 雖然不算是很成功 以前嘉靖堂都有的 出去吃小籠包 大家留意一下 正常那個小籠包的皮 不會說那麼炒的 為什麼呢 我估計那個皮會炒的原因呢 是 它裡面的湯太熱 就未必是它翻證 對 因為剛才吃下去 裡面的湯是辣口得很厲害的 那也都可能因為那個湯太熱 令到裡面的豬肉呢 也都特別散了 就是你在外面吃的豬肉餡呢 未至於散得那麼厲害 我覺得它的湯的溫度熱得很厲害 那也都可能因為太熱呢 煮了那個皮 就是煮多了 就是好像有點過煮 令到皮就炒了起來 我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因為傳統的小籠包 這個尺寸 是有它的原因 那你強行把它做到那麼大呢 其實就會有副作用 因為如果你做大了那個包的話 那個餡又多了 自然你蒸的時間又長了 因為小籠包的受熱的話呢 也都會受影響 那所以如果你強行做大一個包 然後抵食一點抵食一點 或者有個技術 有個搶頭 蒸久了的話呢 就有機會令到那個皮呢 會蒸久了或者過了火 就會令到那個樣子炒起來 還有裡面的肉 就可能因為你要蒸得過內 或者有害怕的 是的 也都因為可能蒸過內 那些湯就特別熱了 估計也都因為這樣 那個裡面那些肉呢 也都煮得比較冷烈 所以就特別散 就算你去台灣吃小籠包呢 很少吃到那個尺寸是特別大 他們最多都是在味道上 可能做黑松露味啊 蟹粉味啊 就是做些不同的味道在皮那裡 就很少把尺寸大小去改變它的 是的 來一試又沒有放 但是你說我是不是會不斷地來吃呢 又是一個問號來的 我們已經吃到天黑的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很飽的 但是呢 我們發現了陳先生呢 在這裏呢 即是可以說是 周圍都是他的旗幟 阿姐你這裏這麼厲害的一個 每間都叫做陳義興的 是的 因為全部都是我們 全部都是你們老闆的 全部都是你們老闆的 這間米線是不是有沒有關係的 都不同的 全部都是我們 哦 這個 不過他五四座好 做米線 哦 好像旁邊是否還有一間打邊爐 我們來了這間他旗下的潮州打冷 陳先生是這裏的企業 這裏的食神 我猜是 可以說是新蒲崗的地主 因為我見上次花田去那間打冷店 應該已經結業了 所以我們又要再大一次 是 所以我們現在 希望這次我不要說一去到 人家又搞到人家結業 我希望他是生意興隆的 是啊 我見到有留言 都叫你不要到處吃東西 不要再試吃 叫我 不要搞到人家 香港就來不要吃肆 是因為我 是啊 哈哈 評判有腩肉 辣椒油嗎 不是應該點酸的嗎 潮州辣椒油也是很出來的 我就吃這個物 真的嗎 潮州辣椒油真的特別香 嗯 這個評判是135的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挑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魷魚片 很爽脆 腩片我普通喜歡 魷魚有那個滷水汁 爽脆得來又很入味 但是腩肉片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有少少韌的 對我來說 這些就是 這些是生腸 那下面呢 就有一些大腸的 大腸 就看看大家喜不喜歡吃 內臟 還有有鵝掌 有鵝掌的 我真的評判 我真的評判 下面有豆腐的 那我通常呢 就是吃不值錢的那些東西 我很喜歡吃的 豆腐呢 你可以先吃一塊 我覺得那個豆腐都很入味 那個豆腐又很滑 所以潮州評判的豆腐很好吃的 豆腐點潮色辣椒 吃了一塊才跟人說 點辣椒油好東西 你試一下分別 對 對 為什麼呢 吃到香味 先試一下這個酸甜的 我覺得 滷水評判是點酸甜的 對我來說滷水評判是點辣椒油 真的 好吃 還有還有滷水蛋 還有紅腸 滷水蛋又試一下 滷水蛋可以點一下這個 什麼都點 剛剛隔離兩台呢 有個叔叔說話很有忠氣 很有氣勢 他講了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硬 他就說現在 打冷是不便宜的 可能真的不便宜 已經很久了 氣炸發生了 那我先說 剛才叔叔說 這裡打冷 現在香港真的不便宜 剛剛就 時應就說 你想吃些當時時令的東西 就叫生炒糯米飯 其實真的想叫 但是原來呢 現在的生炒糯米糯米飯呢 是一六八的 一六八叫碟飯呢 還要在我最飽的時候呢 就真的未可以做到 下次肚子空一點呢 可能還可以考慮一下 我發覺 不行 一碗這麼大碗 謝謝 如果真的要比較呢 剛才在吐瓜環吃的一間的 潮州打冷 就說真的像是大師傅 一些手工菜 就是他做的東西是精細一點 好像大酒樓一樣 是的 但是如果你來這裡 你就真的感覺到 是大排檔那種 潮州的口味 豪仔粥 為什麼說像 小時候爸爸帶我去打冷的味 就是 真是傳統的那些大排檔 我記得小時候 好像去九龍城 就是潮州老人家 就是一家 一代傳一代那種食肆呢 就是做了這一種味 這種是有些大排檔式的 所以你吃到那個 滷水的那個味道 那個拼盤呢 都是像是一些傳統一點的味道 下手是大排檔 就是豪邁一些 粗糙一些的製作和味道的 就不是走精緻路線 不過剛才有位食客叔叔 他說得對 現在打冷真的不便宜 一碗粥 一個拼盤 兩百分 對底成型是粗飯豆漿 粗飯和豆漿 是半週推介 真的 走過突然間 都不是打算拍的 看到花田就排隊上來 別人排隊買燒賣 我便排一下 潮州粉果 你喜不喜歡吃 但你不吃的 我不吃吃 那就試一隻 一隻 十元六粒 六粒燒賣加一個粉果 好了 因為我見人排隊 湯死蝕底 就買 買了十元六粒的魚肉燒賣 有些人說 香港好吃的魚肉燒賣 不多 觀塘有 新蒲江 好像說這間都可以 另外很多人買韭菜餃 和潮州份果 我便買了一隻 花田是燒賣狂熱分子 花田是燒賣狂熱分子 我覺得很下難 好像那些不值錢的食物 我也很喜歡吃 對 今天發現了 燒賣、紅腸 二樣的類人 便宜的類人 便宜的類人 覺得燒賣怎樣 好吃 不是那些很粉的 不如你也試試 是 十元六粒我覺得可以 挺好吃的 今天的價位 粉果好像挺足料 不吃粉果 花田你覺得粉果很好吃嗎 首先現在的時代 一隻粉果是要六元的 買兩隻便宜一點 11元 在粉果界 很少吃到粉果 皮可以這麼薄 外面的外層已經看到蔥 然後裡面有很多餡 而餡料醃得很好 又沒有太鹹 是足料 所以我覺得六元是超值的 是 如果你喜歡吃粉果的話 如果你是波士 其實六元也沒什麼意思 是 買完之後便給你吃 六元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是給我的 如果你喜歡吃便好 我覺得這個粉果是有質素的 大家記得 最好吃得辣的話 配辣椒油 效果更加 是 我覺得這間也挺經典 是 現在已經坐滿人了 我有街坊的感覺 那些燒賣也都很… 即是如果你吃了 喜歡的那種味道 便是 對的了 因為現在有很多魚肉燒賣 那種粉很重要 但這個不是 我覺得它仍然給我足夠的材料 如果兩者選 我會選一個粉果 OK 粉果更加出色 謝謝各位 是 喂 你吃完燒賣又吃雞蛋仔 沒辦法 轉個角度 它竟然放這麼出色的雞蛋仔 在那裡 就是聞到那種香味 來買了 真的 但是我買完才知道 原來是 心型的 心型的 很有愛 這個心型的雞蛋仔 裡面有沒有愛心 今天我拿這個底 就不是特別脆 我吃到裡面的蛋漿 那些蛋是沒有 偷工減料的 裡面是軟熟的 有些雞蛋仔只有殼 裡面沒有餡 我不喜歡 但這個裡面是有層次的 如果是要挑剔的話 我覺得脆一點更好 我覺得它不夠野味 可能不夠甜 或者各方面的味道 濃多一點 我覺得而已 價格都不貴的 好像是20元還是22元 22元 是的 因為很快就被我捏軟了 如果脆一點就更好 就是這樣 又摸門釘了 花田你 究竟第幾次呢 是呀 檢查了這間冰室 是晚上收10點的 現在只是晚上的7點40幾分 已經下閘了 可能今天特別 就是 希望是因為冬主有起 但是冬主有起 他休息一天 沒有理由早幾個小時收 不是 可能他離遠 看到你走過去就拉閘了 是嗎 休息 人家現在是嗎 人家說他的熱奶茶 是很好喝的 本來想來試一下 既然不能在這裡 喝到他的熱奶茶 大家可以看回這一集 就可以看到在家裡 怎樣可以沖到熱奶茶 是更加好喝的 是比外面更加好喝 我說的 因為剛才吃太多東西 我們已經由新浦江 走過了一條天橋 來到Airside這個商場 平日其實晚上吃飯的時段 這個商場其實我覺得都幾靜 人流都不是那麼多 我覺得消費的人是極少 很多店舖 所以香港的經濟 真的不是那麼明朗 現在 今天去了很多地方 發覺新浦江是一個小食的勝地 我想問你今天有沒有 有些重伏的感覺 在哪裡有 重伏感最強的 是哪裡 相對 又不是很差的 我猜到 這樣嗎 會不會是籠包 籠包 彈仔 我都是有點失望 因為除了在網上看過食評才來之外 有些朋友都介紹的 就說到全港最好吃 全九龍最好吃 我慕名而來的 來到就 你知道 可能不是每一次的水準都可以 保持得那麼穩定 所以今天吃的什麼籠包 還有什麼彈仔 都不是我預期的水準 那滷水呢 滷水應該都不是十分出色 其實滷水對我來說不是特別出色 但是我會覺得 那是一個大排檔的做法就是這個味道 不是它做錯 而是大排檔的風格 因為我之前在第二區吃過一些 即是絕了板 因為它已經不再開店了 我在第二區吃過一些 即是一些以前做過的大酒樓的師傅 即是有多些功夫做得細緻一些的潮州打 加上它又結了葉 所以就更加覺得是 那次吃真的很好吃 沒有了你就覺得特別珍貴 又不是大排檔不好吃 但是風味不同 這一集完全是自費覓食的 不要再說我收了錢 什麼雙目失明 那些詛咒我 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的 那今集來了新蒲光蜜食 如果大家再想我去哪一區找吃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ke comment 和share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